当地时间1月21日晚间, 委内瑞拉发生了小规模兵兵。 根据委内瑞拉官方媒体套路的讯息称, 一小队国民警卫队员在凌晨绑架四名官员和抢夺武器试图袭击政府。 官方指责极右翼操控此事, 并且获得美国等支援。 这件事其实对马杜罗是严重警告。 第一,兵兵发生距离总统府不到一公里。 如此近的距离, 其实本身就说明问题不简单。 几十名国民警卫队员袭击了进入总统府的港哨。 好在他们在港哨遇到了激烈抵抗, 最终被阻止。 之后,他们在附近烧车, 最终制服。 有了27人被捕。 如果港哨没能拦截住这群人, 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冲入总统府。 第二, 这一事件显然表明军事系统内部不满加剧, 因为这些国民警卫队员都是低级别的官兵。 他们几乎没有能力, 应对该国可能百分之一百万的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变化。 他们和老百姓一样, 正遭受食物和药品短缺的困扰。 他们的做法, 更多的是传达出对马杜罗经济的不满。 第三, 这是几个月来, 第二次未遂兵变, 说明马杜罗执政局势越来越严峻。 大家还记得几个月前马杜罗越兵, 结果发生了未遂的袭击事件吧。 据说, 那是一次无人机携带炸药的袭击。 当然最终失败了。 不过, 这同样能看出, 委内瑞拉对高层的安全保护是缺失的, 或者是不到位的。 频繁发生兵变, 显然让马杜罗的处境更危险。 在穆书看来, 这一切的发生, 自然要从马杜罗执政本身找原因, 而外部势力的介入, 也是重要的优因。 当然, 如果把一切都推给美国或者委内瑞拉的邻居们, 制造了这些动荡, 也是不客观的。 不过, 美国等国家幕后支援, 当然是在情理之中, 说他们是黑手不为过, 只不过, 马杜罗也时不时利用这种事件, 来为自己服务。 这就如同我们《红楼梦》的一句话, 假作真是真一假, 无为有处有还无。 那么, 什么是真的? 美国一直对查维斯和马杜罗不满意, 这是真实的。 在查维斯当政时期, 美国就策划过政变, 不过, 被查维斯发掘后来无果而终, 参与政变的除了军人, 还有石油公司的成员, 最终, 查维斯利用这个机会, 将军队清洗一遍, 同时, 也把石油公司国有化。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, 美国人当然会用各种方式, 来支援马杜罗的反对派。 所以, 马杜罗此前也一直说, 美国策划政变推翻他, 所言并非错误, 美国人确实一直在策划政变。 从假的方面来看, 越是谴责美国, 把威胁说得更严重, 就越会给自己的执政带来更多合法性, 越能笼络更多支持者。 当然, 美国人是不是还有新的政变计划, 或者立刻就要实施, 这是不确定的。 而马杜罗把这件事说得信誓旦旦, 显然是制造紧张空气, 只有把问题说得严重。 那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, 才能跟住他的步调一致反对美国, 只有让老百姓相信他说的话, 他的执政才能更加稳固, 抛开他执政好坏不谈。 单单这种宣传手段, 其实还是挺高明的, 至少查维斯和马杜罗, 能维持20年的统治。 就说明委内瑞拉的老百姓, 很多是持这一套的, 他们甚至愿意被利用当作反美的工具, 马杜罗对此也乐此不疲。 在美国和十几个拉美联国, 对他不承认的背景下, 不排除类似兵变以后还会发生。 他们之间的博弈还在继续, 你如何看待委内瑞拉兵变?